今天我們延續前16次上課 實際上今天最後一次是要來講有關Filebase 跟之前我們的資料 從網路上下載下來之後 可能儲存哪裡呢? 要不存成檔案 TST CSV 前面都有講過 我們前面有講過 如果你要下載資料的話 你可以把它存成檔案 檔案儲存這裡 或者是存在Seql Line的資料庫裡面 這前面都有講過 但是問題這些資料呢 如果你用檔案或者資料庫的話 那都是你自己的電腦 可是你怎麼跟別人共用 比如說其他台電腦他也要想要讀到你的資料的話 該怎麼做 那一般的話 我們要不就建自己的那個資料庫 資料庫而且要是網路型的資料庫 可能像買Seql這種資料庫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架設買Seql資料庫的話 對一般來說還是很麻煩 除了說 架設很麻煩之外 你要管理 那所以呢 如果你不想要架設跟管理的問題的話 那我建立 你可以試試看用這個所謂的雲端的資料庫 雲端資料庫總類其實非常的多啦 那目前當然我們要用的話 其實以目前來看免費的程度啦 還有方便的程度來看 還是以Google這個叫Filebase的資料庫 是最方便而且最簡單 那基本上 他有哪些優勢 他哪些時候會收費喔 收費方式你可能注意一下 我這邊幫各位整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呢 他其實只要你不要 達到底下這 這個底下這三個情況 都是不用錢的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 你連線 這個他的database 他的資料庫 只要不要同時 100個人以上連線的話 100個人連線 我想你一般應用要超過100個連線 恐怕還蠻困難 而且他都同時喔 那什麼情況下會有100個同時連線 就像說我們選課的時候 就會超過100個 所以你不要拿這個來當選課系統 或者是搶票 像台鐵啦 或者是說你要賣演唱會的票 你也不能用這個 不然的話同時 超過他就跟你收錢了 OK 那第二個是說你的儲存空間 不要超過1GB 也就是說你不要放一堆 不過1GB 可以放非常多東西 你如果中文字 中文字100萬字大概50MB 50MB 50MB 可以放100萬 1MB 1MB 1G 等於是1000 1000 1000個MB 假設我們用MB 他可以放50萬個中文字 50萬 50萬應該是500K 的中文字 那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其實可以放非常多的資料 那你只要不要超過1G 那他也是免費 第3個什麼 只要下載量 不要超過10T 10GB 下載上傳 下載上傳 這個流量 一個月 不要超過10G 10G 其實也蠻大 所以基本上 只要不要超過這個限制 基本上他就 都是讓你做免費的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我這邊有個連結 就是連到那個 Firebase的 Pricing 他這邊有計價的方式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你可以連到這個網站裡面 裡面的話會跟你講說哪些要費用 哪些不用費用 好 那基本上大部分都不用錢 所以你們練習的時候 應該也不用 不會有費用的問題 除非說 你不小心 可能跑了一個回圈 那個回圈 無窮大 一直幫你丟資料 那你可能會有費用的問題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不至於發生 好 那首先第1個你需要什麼 先啟用你的 Filebase 所以待會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連到我們的雲端 雲端白板裡面的這個Filebase的雲端資料庫 好第1個 第2個的話請你怎麼樣 再到你的那個 這個網址 那我 我看我用另外 因為我現在點進去應該就是已經開通的情況 那如果玩 這個地方的話 點進來大家會看到 類似像這樣Filebase Filebase 那這個Filebase這家公司 本來不是Google的啦 那好像在去年 在前年 20 好像是2014年的時候 把它買下來 那所以 這家公司目前 就變成是 Filebase Filebase 點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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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現 所以它的網址也蠻好記的 就是叫Filebase File就一個火嘛 Filebase 很火的一個 一個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那接下來你要做什麼呢 你可能要Getting Start 這邊有Getting Start 那你可以當然 它這邊有個 Video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看一下 另外底下的話有一些相關說明 那這說明大概英文啦 如果你看不太懂英文的話 或者你閱讀比較慢的 你可以按右鍵這邊翻譯成中文 自己可以稍微看一下 裡面相關的說明 那這邊 跟你講說 其實這裡面的話呢 它可以快速的建構應用 無需 管理基礎設施 這個所謂的基礎設施 意思是說你不用架站啦 你也不用去架設那個 資料庫 然後 由Google支持 等於Google幫你背書了 然後呢 裡面其實有很多的API 所以API就是你可以呼叫它可以幫你去做 管理資料庫的動作 等等的相關的東西 有興趣可以自己看一下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它除了說可以用電腦 在 電腦裡面 設計 Python的程式之外 也可以跟什麼 跟你的手機 互相做搭配 所以Filebase 最重要的應用 不是只有在 Python裡面 在手機的APP應用 非常廣泛 像我 上個月 上個月去當那個 手機APP設計的評審的時候 其實很多 學生他們設計 用的資料庫 都是用Filebase 好處就是說呢 它可以 不需要去架設網站 就可以得到它要的一個結果 相關功能 我想各位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再來的話 按下什麼 開始使用 按下開始使用之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開始 不過它 第一次開通 我看一下 我那時候有把 那個畫面稍微拍照一下 底下的話 你進到這個畫面 有一個 Getting Start 第一個 第二個它會跳出什麼 歡迎使用Filebase 我也不太確定 好像中間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OK 如果有的話 你就是自己再設定一下 那我們怎麼樣開始去使用Filebase 其實 就是從什麼 新增專案開始 這個新增專案按下去之後的話 這個新增專案呢 其實理論上 雖然它名稱叫專案 不過 在我們 將來在儲存資料的時候 其實一個專案 你可以把它當成 有點像 一個資料庫吧 新增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就是你可以儲存資料的地方 那我把名稱 叫做什麼 叫做 比如說App01好了 App01 這個名稱當然你可以自己取啦 比如我針對某個App 或者某一個 應用程式的使用需求 那我就怎麼樣 給它一個叫App01的名稱 那底下這個ID它會自動產生 這個你不用去變更它 然後再來的話 叫做地區選台灣按下建立專案 建立專案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它就可以開始讓你去使用它的Database 這樣的話你就已經建立一個 空白的資料庫了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空白資料 這個資料庫 它跟以前的資料庫不一樣的地方是 以前像 MySeeker或SS 它是屬於關聯式資料庫 但是呢 這個東西 它不是關聯式的 它是realtime的資料庫 意思說它比較像什麼 比較像那個 前面我們講過的那個Jackson 很像Jackson 它沒有關聯式的概念 OK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它的一個 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 建立一個新的Database之後 那我要怎麼去存取它 那當然 後面 在Python裡面 你必須要學會的 資料庫呢 最重要的就是 這四大功能 其實這四大功能 如果你會的話 你基本上 就足夠去 控制資料庫了 包含第一個 怎麼樣把資料寫到資料庫 新增 把資料查回來 查詢 裡面的資料刪除 有沒有 或修改 所以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就是 我們需要學 後面我的範例 就是剛好四個範例 讓你學會什麼 怎麼把資料丟到Filebase裡面 怎麼樣把資料再從Filebase抓下來 怎麼樣再把資料從Filebase裡面刪除 你要刪的 怎麼樣修改你要修改的 基本上 你如果會這些的話 你就可以把什麼 把之前 網路上撈下來的資料 新增上去 新增上去之後 另外一個裝置可以把它查詢下來 如果說有些資料 舊的資料不要就把它刪掉 如果有些資料錯誤就把它修改 那就是這四個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 新增跟查詢最重要 刪除跟修改有時候 用到的機率比較低 為什麼 你其實 如果說你刪除修改 你可以從後台自己 做修改 跟刪除都可以 後台的話就是 你可以進到你的Filebase裡面 這邊就會有你的那個 剛剛建立的 你把它點進去 裡面的話 你可以點到那個Filebase 這邊的話 它就會秀出 你在 你的那個帳號裡面 所建立的資料庫有幾個 它就會顯示出來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這個 建立專案的部分 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 開始使用 怎麼去 針對 這個 Filebase 做使用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相關的畫面 其實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我們的09 Filebase 雲端資料庫的 這個單元 先試試看 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 上面有幾個 畫面 你大概知道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針對 這個 資料庫 去做 相關的設定 那你設定好之後的話 我想 你就可以 再來 針對 這個資料庫 做存取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